大家看我这颗金枝玉叶 20天之前给它修剪过一次 也跟大家分享了修剪的方法 同时给它使用了一次微生物有机肥 现在这些又粗又大的枝条又长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又要给它做修剪 不痒的话它就会长得非常的凌乱 像这种过长的 我们给它剪短一点 给它修剪完之后 这个株形就漂亮了 因为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既可以给它补充营养 又能让这个土壤疏松透气 根系就会长得更加的发达 自然吸收养分的能力就变强 长势就会越来越旺盛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